移民生活五味俱全 深入浅出 唯唯到来 移民生活唯唯到来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 本地知名的主持人 叶一涛先生和陈一芬女士 欢迎你们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谈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是加拿大的150周年的庆祝 实际上呢 这个话题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还是对我们移民生活 移民的这个观众来说 是到底加拿大的这个生活是怎样的 那我们知道上一次 我们也谈过这个话题 是主要从政治了 历史了 法律了 这些方面 看一下加拿大跟美国有什么不同 那现在呢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要移民到国外 而且有的 现在也出现一种现象啊 陶哥 我不知道您听不听说 就叫移民的时候叫做 这个登陆啊 叫做先试探一下 过来登一下 然后如果说不定还有澳大利亚的移民 说不定还有英国的移民 他们要选择一下 所以很多移民都在想 我们到底加拿大跟美国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两位有什么看法 加拿大跟美国有什么区别 其实如果套句加拿大人自己最喜欢说的 可能就是我们是一个Z的国家 我们不是一个讲Z的这个国家 所以在加拿大的这个人的潜移默化当中 我觉得他还是很多方面是很proud of 他觉得我是跟美国人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跟生活最相关的就是健保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川普当政那奥巴马care 可能就会面临胎死腹中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从这个很小的 你就会知道 其实加拿大人在世界上 他就会觉得 我们其实有很多很独特的地方 我们的医疗 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民的平等的 我们不用忧虑的 其实这一点我真的又想要说了 因为呢 除了自己曾经分享过亲身经历之外 像我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 正好是在讲台湾的 其实台湾的医疗健保还非常的好 然后但是呢 因为台湾最近有一个 也很知名的这个媒体人 他因为得了脑癌 不幸过世了 这在台湾这几天讨论很多 他其实就引起广泛回想是说 除了他的这个知名度之外 还有他因为就是他的癌症的关系 其实最后呢 他的妻子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这个房子 所以他们家境就突然 也算是面临比较艰巨的这个状况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哇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我们生病 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 就是因为你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疾病 然后你到医院 但是你家里可能就会完全处于一个 就是经济失控的这个状况 你不用因为这样而担心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appreciate 虽然你也曾经抱怨等待啊 抱怨什么某些这个医护人员的 这个一些疏失等等啊 但是毕竟这是攸关生死 而且不是你自己的生死 是你全家的这个生死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令人感动 我刚刚已经讲了 为什么我说感触那么多 因为台湾的全民健保 这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 我相信有很多 甚至连中国大陆的这个朋友 都喜欢去台湾 去做一个什么健保的旅行 因为他们还可以享受 不同的这个服务 所以台湾的健保 即使是所谓的这个全民健保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贫富之间的这个差别 你还是要自己自掏一点腰包 然后如果你是富人的话 你还是可以有私人健保 私人保险这块领域 来享受更好的这个待遇 但是在加拿大不用 就是无论你是最有钱的 或者是最就是贫穷的 其实你享受的 你的等待没错 但是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令人觉得 很难得的 我也很有感触 因为平常我们特别容易 接受着这么好的健保 而且都是免费的 我们就容易忘记这个事情 take it for granted 是吧 那么我前两天有个朋友 她90多岁 去她的妈妈90多岁 去加州探望一个亲戚 结果买了一个保险 旅游保险 花了6000块 在美国的保险 所以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身体 就是很老 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全民健保的话 我们可以付出很多很多的金钱 或者说牵扯到自己的家庭 以前你如果是做cruise的话 你就会发现去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 其实是最贵的 因为他如果 你病了以后 他的所有的这些医疗的费用和开支 会很大 像比如说像我父母 他们都是80岁以上 那80岁的这个门槛就很高了 你一进去 你大概7天吧 就花个两三百块 就先用在这个旅游保险的部分 那相比之下 加拿大就要好一些 这本身的这个开支就会低一点 那其实说到医疗的部分 我也很有感触 一般以前很多人说排队 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你是一个公费 一个universal的care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 这样一个健保的这个体系之下 是会有排队的情况 比如说你一进emergency 大家都在emergency 一等可能会等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但是我也遇到过完全extreme的case 就是跑到另外一边的case 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去richmond hospital 做这个进这个emergency 那一天他的状况 可以说是很差 因为我们觉得他状态不太好 就是有点dizzy 然后就有点头晕 那然后进入这个emergency的时候 医生就给他 两血压心跳 有很多人说 这个在加拿大的医疗系统 那一个护士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在看你的时候 他基本上可以知道 你的状况是怎样 然后我们以前 比如说我父亲以前 也有进emergency 但是小感冒什么之类 那可能他就会等很久 那天从来没试过 15分钟把我父亲收进去 因为他觉得太wild 他整个的状态 完全不能不能掌控 因为他的血压和他的心跳 特别是心跳的频率 可以从40走到差不多100这样 就是心率的状态不稳定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立刻把它收进去 收进去以后 所有的事情都是按快线来做的 所有的事情都快线 那就是说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内 他身体的所有的这个指标 都量出来了 量出来以后 大概是在下午的时候 专门来了一个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跟我们来谈 说你的你父亲的这个事情 一定要做一个这个 做一个起搏器在心脏上 说最快今晚上做手术 你说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是用了 所有的用的是快线的方法 这个我们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但其实他如果是在加拿大的 这个医疗系统里 他觉得你真的需要这个快速服务的时候 他是可以做到这些 移民生活 五味俱全 深入浅出 唯唯到来 那么我也有医生朋友跟我说过 说我们在做这种最快的反应的时候 实际不输给世界上其他的医疗团队的 因为在有的时候直升机接过来的病人 他们说你们看不到 但是在这个我们一接到通知以后 我们的医院紧急会成立一个 一个小的团队 对应急团队 然后呢这里面可能有好多专科医生在 因为有的时候是牵扯到很大的一个重伤 那么这些医生马上会推选出来一个 主就是这个团队的小头 然后这个人呢说的所有话 下面的人都要听 所以他们这一套准备应急呢 他说在世界上都是绝对是遥遥领先的 就是说他外科医生走过来跟你说什么 说你放心 我做这个起泊器手术3000例 我没试过手 他现在在convince我 他在等于劝我 说你要接受这个事情 我想在这个情况下 你一定会接受作为病人 但是呢我们回到这个刚才陈一芬讲的问题 在亚洲的任何地方 下一步就要谈 你是不是应该交钱的问题 是啊 但是在加拿大没有人跟你提这个故事 对 然后他就告诉你 你去 你就做手术好了 我们真的在那天子夜时分 我父亲的那个起不起手术做完 做完了 最感动的是 那个医生走出来 拍拍我肩膀 你父亲没问题了 我已经做好了 对 他就走了 那我说这当中可能存在的 在中国的很多的故事就完全会不是这样了 那可能他拍我肩膀 说我是不是考虑是不是应该给红包啊 什么之类 这一系列的所有事情 到初恋那天一分钱没有找我们要过 这里真的是一个很重视生命的一个国度 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在我们特别是中港台 有时候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 你还是在某些时刻你会觉得 比如说古人有提 就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 但是你换个思维讲 在加拿大其实因为他太重视生命了 所以有很多 我们在谈一个法治的大环境也是 其实他的出发点 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 应该是宁可纵放一百就不可错杀一人 所以也许你会抱怨他在某个环节上面 感觉是过度宽容 但其实他这样的这个宽容 正是一个很难得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 就是很大的这个胸怀 我自己感触也很大是因为 我也是一样 因为在台湾其实受的这个教育 譬如说啦 我们就是最讨厌这个吸毒的人啊 吸毒的人就是糟糕透顶等等 那我当然在今天绝对不是 有任何一丝丝的就是说好像鼓励啊 或者是说可以纵容他们 绝对不是 但是因为加拿大整个环境在治疗这个 或是在面对毒贩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这个思维的 像我也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有机会去采访 比如说那个安全注射屋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哥华其实在 十年前就开了 后来SURY陆续也开了两家 所以正好都去采访 那我在采访过程当中 我也的确会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钱 好像对待他们啊 是不是要给他们钱又注射啦 要给他们钱又治疗等等啊 但是我也的确采访过那个案例 是因为注射屋 所以他真的是从 就是生命 就是几乎要死的那个边缘当中 他自己有机会再重新活过来 甚至完全戒毒成功的人 都有跟我们分享这样的这个经验 就是我讲 就是你生命真的很可贵 你不知道这个人 他也许在过去的三十年都是错误的 但是在三十年的某一个moment 其实他是完全觉醒 但是这是因为社会在过去的 可能在二十年三十年当中 有不同人给他很多的这个帮助 所以他就在那一刻醒过来了 那你说这个珍不珍贵呢 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来讲 还是令人觉得很难得的 因为你不知道 你救了这个人 他以后会对这个社会 做多大的这个贡献 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吧 我们待的时间长了 我们知道这个安全注射物啊 可能国内的朋友不太熟悉这个概念 就是在我们西部 加拿大西部才是比较典范的一个领先的 就是你只要有毒瘾 而且是那种排罗因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毒瘾 你可以到那边去安全的 由人给你帮你注射 让你可以通过一个 有一个缓冲 慢慢的回归到这个正常的生活 因为整个这里面也是有原因的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这个觉得不是你个人的一个问题 已经不只是你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我们和美国还是有小小的分别的 比如说你美国买一家车回来 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部分 就是那个大灯 它是防务灯 对 因为在加拿大的所有车都 防务灯是开的 对 基本上是全天开 基本上你上车 这个上路 这个灯就应该是开的 对 它跟着你的发动机走的 对 跟着你走 一次一打开就开了 对 那好多这个美国人来了 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加拿大人 天天开着灯 但是其实它是跟我们这个 所谓气候的这个恶劣的程度 可能是有关系 最主要是雾的这个比例比较大 对 还有风雪的比例比较大 对 所以它要求你常开的话 你至少保证你的车是安全的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车路上的车太少 有的时候你都忘记 有车 提醒你 提醒你有个车在那边走一下 对 是 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政治 更偏向于一个 我们叫welfare government 是吧 叫一个福利政府 这个是通过 也是历史的 长期的这种积累来转变的 因为我们加拿大 其实本来跟美国比的话 我们属于保皇派 我们属于保守的一边 但是我们慢慢的通过政治的变革 各种过渡 我们变成了一个比较 所谓的progressive 比较左的一个政府 比较愿意去关心社会的问题 社会的边缘群体了什么 所以让我们现在政府特别的强势 一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刚才那个雾灯的问题 如果可能出现了几个事故 政府就会插手进去 说我们要改政策 我们要改安全制度怎么样 所以就特别反应快 而美国就特别的自由的一个状态 就是政府也最少干预 所以像美国的南部的那些州 还是秉承着这种 这种Republican 这种保守派的这种 但是很强调自由 我不知道Debbie 你曾经在美国有居住和求学的经历 你能不能从你的感觉上 谈一谈 美国的生活感觉跟这边有什么不同 我刚刚正好我也有提到 就是说南部的这个保守派 就让我想到就是 好像那个在Texas应该很多人带着枪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那时候在California念书的时候 在上课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同学就有人带着枪来 他可能只是for fun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这个二十二几岁 他可能就是for fun 但是对于我那时候一个自己也才二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我就觉得有点shock 就好像你这个枪有没有 随间膝带走来走去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其实曾经有看过多个新闻 包括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 在Walmart的一个母亲 她带着一个自己才两三岁的这个孩子 在Walmart买东西 结果枪支走火 她的孩子就被自己的枪支走火 然后就死亡了 就你其实还蛮不能相信这种事情的 就是他们对于枪支的宽松的那种程度 当然也有美国历史背景 但是这一点其实跟加拿大很不一样 因为加拿大的这个枪支管制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序 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的 在美国你就听到两个月大的这个孩子 也可以用他的名字 因为他爸爸用他的名字 就是去注册买了一个枪 所以显然他们是完全都没有在做这个 就是背景资料的check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差蛮多的 那我来加拿大之后 我真的觉得加拿大其实是一个更特别 我不知道是不是温哥华 就是一个更lay back感觉的一个城市 更放松是吧 对就算我在加州 其实加州San Diego也是一个蛮lay back的城市 但是因为毕竟San Diego 那个时候的规模还是相对来说 在北美城市里面 其实是有一定基础的 而且因为跟洛杉矶很近嘛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都可以去洛杉矶 更不要说后来我到纽约一段时间 你就会觉得那个紧张度其实还是蛮高的 那我觉得就是人多 一个三亿多人口的这个国家 跟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 其实它的巨差就是十倍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紧张程度 或者是那种友好程度 其实就不太一样 那就看你喜欢哪一种 我其实还蛮享受就是加拿大这种比较稍微步调缓慢的一点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很多时候在台湾的步调也是非常紧张 包括我后来当新闻工作者也是高度压力的这个环境当中 但是我跳来这里之后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也不太适应 但是我久而久之就觉得 你想一想 虽然我们这么Layback 但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平均每年还是2%到2.5% 甚至到3%也是有过的 其实这样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跟美国是差不多的 那甚至有时候都会比这个台湾 在某几年超差的情况之下都会好一点 因为台湾当然好的时候也可以有到4%以上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 其实只要它的这个整个制度是完善的 然后大家都在同一个PACE上面前进的话 你并不会因为你感觉很Layback 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竞争力 它只是竞争的这个程度跟方式 你的体验度不同而已 但是它最后最终的那个结果可能是一样的 对 比如说很多华人移民过来也想弄把枪玩一玩 但是我也知道他们愿意打猎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这种自然资源和环保部门 是会根据这个年度的灰熊的繁殖 还有各种路的繁殖去制定 对啊 去抽签来发放你这个牌照和制定 规定这个要可以打猎的时间 还有地点是吧 所以都是很环保的 说到枪支管制 其实你知道美国有多少支枪 美国有大概2.23亿支枪 那基本上相当于 它在如果以3亿支枪 差不多就是每个成人可以有一把枪 那这个比例大家就可以知道 究竟在这个美国的枪支的这个情况 有多么的严重 所以美国的我们如果是看那个House of Cards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美国的这个竞选的时候 他们都和那个步枪协会的人要适当的有一种联系 建立一种联系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不会导致这个大部分的选票流失 从这个角度上 你就会知道枪支的问题 其实在美国是很难管制到的 是的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美国其实有些方面我觉得还是很不错 比如说它的税收比较低了 还有呢 就是如果发展一个区域的话 它的速度会很快 如果我是想发展一个区域 一个新的area 我立刻可能在那边 很多包括这个所谓的box store 那种大的那个这个店 就开的成片就是解决 那我们在加拿大这个速度要慢很多 这个美国还要跟中国学习啊 所以加拿大可能直接学中国就可以了 就是我觉得你你你到美国就是就会看到他走的所有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他可能收入的水平比较高 他税收比较低 但是呢 他的医疗问题解决不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你如果是一到西亚图附近 你会发现这个highway的这比例要大很多 嗯 然后如果在洛杉矶附近呢 这个十条的这种highway的随处可见 对 大家是处于一种高压力的地方 在highway上 都塞车 有没有highway都塞车 都塞车 对 这种搏杀啊 这一点我也要讲一下东部跟西部还有个文化差异 就是咱们把北美大陆整个看的话 不光是美国跟加拿大 东西的文化差异很大 很大 我当时从温哥华到多伦多上学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我去之前 我觉得是不需要做任何调整的 但是那时候我的文化冲击是比我从青岛移民到温哥华还要大 因为我的车啊 一路绵延的小路 我是从这边开过去五天多啊 绵延小路一路慢慢的开巴士迈 一旦进到了这个多伦多大多啊 这个401高速公路 这是全北美可能最宽的一条 有16条线 那么我直接就出汗 浑身出汗 因为是我们叫bumper to bumper 是吧 大家紧挨着 开140公里每小时 就这种感觉 一下子就让你整个的生理机能啊 整个你的这个人的状态都改变了 所以我们西部就是很lay back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高速这么少的人口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好的美景 天气气候又不错 这个谈到气候也很有意思 我在多伦多我感觉或者在这个冷一点的地方啊 我感觉这个人到了冬天啊 冷得很清醒 冷得你让你让你在外面呢你也很坚韧很很这个勤奋 但是你有的时候天气太舒服了 你就很愿意睡觉 特别下雨比较多的话 是吧 容易在家睡觉 我是觉得你到多伦多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一提起说你哪来的 我说温哥华 好像那感觉是小城市啊 对 或者说这个旅游地啊 当然这当中也很复杂的一些语言在里面 比如说他肯定觉得温哥华的地比较贵 所以这个你钱会多一点啊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你们那个那个城市 那在一个市区里边没有highway的城市有几个 对 对不对 那他会觉得啊 这哎呀不过如此 你说的非常有意思 不然我也不会认识那么多 最后周总多伦多搬到 对 讲一讲涛哥啊 写了这么一本书 这叫乐活温哥华 对 这个书出了还不到一年刚刚出的书 对 所以我也看了一下里面可以说是图文并茂啊 有很多温哥华生活的点滴 您的这个摄影技术和捕捉生活中的美的这个能力啊 我特别钦佩 真的 我都偷你的照片 当我的那个 当我的电脑背景 立刻护下版权 对对对 所以我想 我想你跟我们谈一谈 你在温哥华浓缩的谈一谈 待了这十几二十年 作为一个移民 你的总体的感受是怎样的 当然 你说温哥华 我写乐活温哥华本身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生活的还挺好的 就像 代比说的 我们其实还蛮自豪的 住在温哥华的人 那最自豪当然是你的天气 这个是不用说的 那么从 除了天气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更多 我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 不是说我们就是有好山好水 其实每个在这边奋斗的移民 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从他的一个 可以说刚来landing的时候那种彷徨 然后无助 慢慢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社交圈 那么进一步呢 可以说可以自己在本地建立一个地位 我是觉得 这几乎是所有移民走过的一个路 那我只是把我自己作为一个case 多少有小小自转 但是呢 因为我是把全年分成12月 每个月分成四篇的这种小文章放在一起 那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其实我相信 可能你是在多伦多成长得也好 你是在甚至在LA成长的人 这些移民 他们似乎走的都是同样的一条路 那我当中曾经写过一两句话 有些人不能完全认同 我说跟我同一时期来的人 几乎他们到今天 每个人都住在一个独立house里面 那有人就会开玩笑说 我到现在还没住在独立house 我跟你同一时期来 说是不是说明我生活的不好 我混得不好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想表明就是 大家只要在像温哥华这样的一个地方 按部就班的生活 或者说打拼的话 其实你是完全可以有这个基础 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地位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说到我当时我这书里 我也想到我为什么要移民 移民本身就是98年的时候 我来这个加拿大 那个时候98年上海和这个加拿大的分别 还是很大的 这种特别是生活的这个环境 每个人住在一个独立house 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这种生活 我当时其实非常简单 非常纯粹的一个思想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的 当时所谓的中产阶级 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机会 变成一个加拿大的中产阶级 没有任何的更高的要求 对这已经是一个提升了 是是是是没错 那也事实证明这个简单朴素的想法 在加拿大是实现了 那么可能更多的我们所谓的 包括debit 包括这个微笑 我们所有人都是走过一个同样的一个路 是的 而且你只要按部就班 你其实不需要你是 对 你的家境多么多么的显赫 对 也不需要你的这个社会关系 有多么多么的复杂 所以总之呢 我们要感谢加拿大这个国家 对我们的接纳 对所有移民的一种接纳 我们也要抱着一颗感恩 和这种比较谦卑的心理吧 去在生活中回报这个国家 在工作中回报 在这个也去多帮社区的人 多融入我们的社会 多多做义工是吧 贯彻到加拿大的这些精神 所以这才能是一个真正的幼稚 别忘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